情緒累積達頂點 醫病神經好緊繃 瓜哥講說這個壓力都很大 現在是 是 從年初開始很多人這個 把旅遊的錢已經繳了 繳了之後就開始決定 要到底能不能去 又退不退錢 這個壓力就高一點 對 到後來開始全面就封建不能去 壓力又高一點 那後來KTV什麼 很多的活動也許又高一點 到後來好不容易 清明連假 不出國國內玩走可以吧 玩到一半突然簡訊又來了 壓力又高一點 旅遊結束完之後呢 突然好像每個全家有感冒症狀 怎麼辦 就全家帶來的急診要快晒 要快晒 現在我們還要面臨五月份的價錢 對 所以這個壓力就一層一層一層 確實這樣子 急診的衣服也很累 可是我們在急診室 處理這種壓力鍋 其實不是只有疫情才有 其實急診可以是 如果你看的不是急診 其實心裡面不太不太開心 有一次我們就碰到一個 減傷減進來是掛幾級 減傷五級 什麼叫五級 基本上你去看門診 絕對不會有風險的時候 減傷五級什麼主數呢 就是被媳婦抓傷 驗傷 這種的不開心 也不是不開心 就是這種何必來掛幾診 大概就是要開診斷說驗傷了 好不好 還是提供醫療服務 傷口在哪裡 我們需要拍照 明顯上我就拍照 就看到這邊果然 要很仔細看才看得出來 大概就是 就是大概真的 就是兩個婆媳爭執 婆媳爭執之後 兩個大概就是爭執之後 大概就推怎麼樣 就不小心刮到一下 婆婆氣不過 媳婦怎麼可以對婆婆這種 不禮貌還動手動腳 還動手動腳 當然要驗傷 看起來可能也不是第一次 所以那個傷口非常非常淺 好吧 總之它是一個 這個婆媳這份 這個我們叫家庭暴力 我們現在依法要通報 通報找誰 找我們社工 那社工會做一個 簡單的仿視 到底是什麼狀況 以前有沒有發生過 有沒有曾經造成 嚴重的傷害 回去之後有沒有 接下來的風險 那我看完之後 也拍照了 紀錄打好了之後 診斷書也開好了 就等社工來 那等社工來的時候 剛好沒有病人 社工還沒來 就聊兩句吧 那也不能在做那邊 大言登小言 所謂的聊兩句坦白講 尷尬 坦白講就是一個 表達一些關懷 就這樣 聊關懷嗎 我就說這個 這個阿上 為什麼是跟這個 媳婦會這樣吵架 為什麼會這樣子 他說我媳婦是個外籍信仰 就講那個外籍信仰 可能溝通也有障礙 就常常說不好 最可惡是我兒子 我從小養他養到大 對不對 跟他太太有什麼問題 果然 娶了媳婦就幫媳婦 不認我這個做媽的了 只要 孩子就開始抱怨兒子起來 聽了之後很尷尬 社工怎麼還沒來 是不是 對啦 對啦 不過我說這個兒子 夾在中間很難做了 對不對 這個媽媽要孝順 媳婦也要 而且是從國外嫁過來的 人生地不熟 也沒有親人 他多照顧他一點 也是應該的 希望兩邊都不要得罪 就跟他一聽了之後 我說我會這樣子 不過再怎麼說 做兒子的 還是要叫媳婦吃大體 要聽媽媽的話 講完這些話的時候 那個阿嬤就突然 就碰到滋陰了 碰到滋陰了 對啦 醫生你講得真對 我講講說社工來了 快點 快點 社工把他帶去做仿視 對 社工就是 阿嬤 我們如果好的話 看完的話 我們到隔壁做仿視 等一下 我還沒跟醫生沒有講完 醫生跟我講 一直跟我講 一直跟我講 講了怎麼辦 也不好意思不聽 總是就看了 如果後面有病人 我們還講說 我先看個病人 結果沒病人 剛好那個時候也沒病人 就一直抱怨 一直抱怨 抱怨完了之後 後來我就給社工 十個眼神 我說 帶走去 你去詳細問一問 我也不懂得一直聽他講 那後來社工就好不容易 就把他請走了 他說我們就到旁邊 我們要很多人問你 他說好 那醫生 那等一下 我再找你 也很少碰到一個病人 碰到第一次給他看診 一次這麼信任的 把他心裡話都掏出來 疾病失控無法擋 連醫師都難治療 是 有些醫師我們是 在當學生在書上看過 或者聽病例討論 會別人講過 但是這種東西 如果你沒有發生在自己身上 你真的不知道 它是可怕的處 有一次我上班的時候 就有一個 三十歲上下的一個婦人 肚子痛 右下腹 有點牙痛 那麼做醫師 我想不是醫生也知道 右下腹牙痛 你必須要排除幾個疾病 第一個就是 因為他有一點拉肚子 好吧 抽個血 抽個血一看白眼球 也確實偏高 做個超音波看看好了 因為他有點微胖 肉肉的 超音波看就看得不是那麼確定 怎麼辦 只能做電腦斷繩 要不然你沒辦法分辨 那當做斷繩我們就有個 例行性的說明義務了 有沒有藥物過敏 有沒有腎功能不佳 因為這兩個時候做斷繩 打血影機最怕的 同意了 簽了同意的時候 做電腦斷繩 電腦斷繩做完回來 報告還沒有出來 那等的時候 其實回來的時候不到五分鐘 他突然叫他先生說 醫生…你看我太太現在身上 去看看的時候果然 就是一塊一塊紅斑 很癢 可鼓起來 好吧 那就怎麼樣 我們就開一點過敏藥 先打抗過敏針 再不到五分鐘 他先生說醫生… 然後你去看看我太太 他說他現在喘不過氣 我一去看了之後 真的嚇了我一跳 他的眼睛 嘴巴就腫起來了 就眼睛就整個浮腫之後 嘴巴那個嘴唇 就變得像那個 安杰莉娜球莉一樣 厚厚肥肥的 這個就是我們叫 神經性血腫 這個就比徐麻疹 來得嚴重很多 那像這種的 我們最怕的是 他總是同時會腫到 喉嚨或聲帶 因為他說他喘不過氣 所以那個時候 我就有點緊張了 就先給他打個大肌肉內骨唇 內骨唇打完之後 真的 再不到五分鐘 他已經 喘不過氣了 這個就是嚴重過 最嚴重的過敏 就在書上 我們常常會聽到 在座每個醫師 都聽到這種案例 可是未必每個都碰過 所以我們就快點 就推到急救室 電腦斷神 可能都已經騙得足好 我看根本就沒有時間去看 對 結果那個插管的時候 其實很難插 因為你家嘴巴張開 他已經呼吸很困難 我整個辦法 我就給他氧氣之後 我請個同仁 快點Call麻醉科 請他們拿內視鏡 內視鏡插管 這個時候我轉個 都跟他先生講說 我說先生 我說你必須要有個心理準備 他如果等一下插管 真的失敗的話 就是要 氣切 他現在聽了之後 整個快瘋掉了 對啊 你跟我講說 可能是盲腸炎 也可能是腸胃炎 對 你現在跟我講 要氣切 我想沒有人會接受 對 我講這些話 當初講得也非常有壓力 結果後來麻醉科醫師 是用內視鏡沖鼻子 先用小的去看看 看的時候發現他的聲帶 喉嚨水腫 但是還有一個小空隙 所以這種我們給藥完之後 讓他不呼之後 我們用一個兒童的插管的管子 兒童氣管內管 他是一個胖胖型的 一個中年婦女 但是我們用了兒童 陳醫師用的 小兒科加護病房的管子 就從那個 就小的還看得到空間 給插進去了 那插進去 基本上有一些空氣可以流通 他生命就會先保障住 就住加護病房 看看他病房斷層 看起來不是盲腸 就是腸胃炎 弄到差點要氣切要CPR 現在做到加護病房 所以他從急診 住加護病房住一天 隔天就把管 把管要轉出加護病房 其實就直接出院了 他來得快去得快 所以他就是一個 基本上就是腸胃炎 只不過這種的 藥物的急性嚴重過敏 甚至到呼吸到阻塞 碰到真的心有餘悸 台灣的醫療體系 我們知道宗教醫療體系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體系 我們知道 全國有很大的一個佛教醫院 那宗教醫院 他除了照護病人 治療病人之後 他們也希望透過醫療 去傳掉他們宗教信仰的一些理念 可是我們也知道 人總有臨終的時候 你像私人醫院的話 他可以在四樓擺 基督教的祈禱室 五樓擺佛教祷告室 往上道教什麼室 他私人就沒有這種 他就可以讓大家提供所有的方便 可是如果你今天是一個 宗教很明確的話 你就很難做這種意思 所以有時候 我們就碰到一個病人 就是說他臨終 他雖然是來到基督教醫院 這個體系住院 可是他臨終的時候 他說他是信仰的信佛教的 我們總也不能講說你信佛 那你先最終臨終 去轉到佛教信仰 對啊 可是人有這種 最終說他有信仰 我們總希望能夠怎麼樣 去協助他 可是你不會覺得很奇怪 如果今天一些法師 什麼一些什麼 在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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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所以怎麼辦 我們大概就會希望家屬就是說 如果你真的有這種 在醫院要執行的話 你聽掉一點 比方說有一些誦經 一直讓病人聽到 或是有時候 如果你真的有些人要來的話 至少你住一間單人病房 你在病房裡面 看不到也OK 可是有一次 我曾經服務的醫院 醫院其實也都跟病患 有這種說明過 可是真的家屬本來也說好 說好說好 可是他後來 正在臨終的時候 就找了很多的 像一個隊伍 病房走廊上就開始醫事 他們說開始醫事 到他的單人病室 看起來就是 違和 違和 對 那就是醫院的 背後的一些經營者 也對這個也有點不開心 對 這種當然也不是怪誰 可是大家互相體力 大家看這個照片 拍得到嗎 我們有這個 是這個嗎 不是 你的頭放在 這個是我們護理部的秘書 幫我做了一個人形立盤 我在醫院就這個角色 因為每個單位的辛苦 他就是醫院的防疫指揮官 因為每個單位 夾時鐘就對了 夾時鐘 不是真時鐘 是他 真的假的 每個單位都很辛苦 當然每個單位都要苦水 都要心酸 不過我真的憑良心講一句話了 這些單位裡面 其實最辛苦的 還是護理同學 因為第一個我們知道 醫療照護過程 跟病患接觸時間最久的 還是護理同仁 我們護理同仁 護理隔離病房也很辛苦 他每進一間都要 著妝卸妝 著妝進妝 可是他一次的這個病房 給藥完之後 他回到護理站 如果護理站是完全設計良好的話 他也可以卸妝 所以我剛剛講 護理同仁第一個是接觸病人最辛苦 時間最長 所以他可能著妝卸妝次數最多 或時間最久的 可是護理同仁裡面 其中有一個單位的護理同仁 他是整個過程裡面 完全沒辦法卸妝的 因為為什麼大家知道 剛剛講過分艙分流 進醫院很辛苦 量體溫 刷卡 填疫調單 有問題通通在外面 那醫院那誰在外面工作 結果有一組人 我們叫 檢商護理同仁 所以檢商護理同仁 他是怎麼樣 他整個這個班上班 他就知道 大家都看過醫院外面 搭帳篷 很多人搭帳篷 我們知道台灣的天氣 沒有春天 冬天完就是夏天 所以過年後疫情 剛開始的時候 天氣很冷 所以他在外面怎麼樣 很冷的帳篷 帳篷不能全部封 那個封灌進來 在裡面很冷 其實各醫院的檢商護理同仁 他是從醫院裡面工作 被拉到院外工作 而且他的上班八個小時是 幾乎不得把天氣拿下來的 所以天氣大家都知道 天氣帶來會有什麼這個 盲獸大家都很多知道 太緊密 不舒服 這種情況 你待八個小時 你一拿下來看 他自己說開玩笑 我們知道這個做 那個麵糰 那個 卡一個 他那個就真的像 一個 是 是 甚至有可能 他的 如果有些婚禮同仁 他的皮膚比較 敏感 對 敏感 或是比較薄 皮膚比較好一點 你整個戴完之後 一拿下來 這個真的就是 是壓瘡 是壓瘡 就整個就破皮了 就這樣就破皮了 所以後來大家又看到 在電視新聞 你可能看那個畫面 你也不知道搞什麼 貼一個什麼 人工皮 他上班前 先把人工皮 在這個鼻子上貼住 再把這個口罩給他戴上去 所以大家也不要怪說 為什麼沒有那麼多的 什麼合適的口罩 你真的全世界 剛剛黃醫師講過 美國是N95拿來消毒 還在研究消毒的方法 為什麼 他就要一個重複使用 那我們現在是台灣還不錯 我還可以供給你 一天一個新的 只不過大小不合 所以看到這個 戴的那個小的 真的很辛苦 我們知道這個 我們右邊這個照片 他耳朵 什麼東西 散熱貼 當媽媽都知道 天啊 媽媽都知道 小朋友生病發燒怎麼辦 而且後面天空是戶外的 你知道這樣嗎 戶外 這些工作人員 全部都在戶外 他的整個 從過年後開始 他們就是二次小 到現在在戶外工作 然後散熱貼為什麼 這幾天天氣 氣感都超過30度 你看這個是他喘口氣的 太熱了 所以外面一排的工作人員 全部貼這個東西 這個大家 現在病人還以為是 不是生病不能上班嗎 你有沒有病毒 你什麼 他為了降溫 你看 這個照片 你看不見 左邊下面那個 他的額頭 那個額頭那個汗珠 那個汗珠 他戴的帽子什麼帽子 大家看以為是浴帽 很像 很像浴帽對不對 為什麼 我們知道 我們一般的頭照是不織布 那不織布在我們這個 疫情期間 不織布全球大缺貨 因為要做口罩 對 先做口罩 還有一些隔離衣 防水衣 還有很多什麼東西 那我們的這個 這個髮帽 基本上也要不織布 但是現在 你根本就沒有不織布 缺貨 你能夠有什麼東西 稍微遮擋一下就 所以大家看到 為什麼這隔離衣不夠 它的額頭全部水珠 上面是什麼 那個是個額溫槍 它沒有繡幾度 它繡兩個字 一個H 一個I 我們的額溫槍 通常我們知道 人的體溫超過42度 人大概快不行了 超過40度 就急症了 42度人大概就昏滅了 不太可能會超過43 44 45 這種極少數的罕見併發症 所以額溫槍 它不會做一個 可以偵測到什麼50度這種的 不會 它就是在同一天 自己去拿來測一下 一測 就是什麼 所以醫院其實也跟他講說 你不要太勉強 我們一開始說 你四個小時換一下 然後後來發現 真的不行 你兩個小時換一下 然後後來講說 你一個小時換一下 因為這種裝備真的會中暑 對 真的會中暑 他們也真的認為說 我只要進去一趟 就會讓醫院的物資耗損一套 所以他們能撐也在撐 所以其實這麼多的心酸裡面 這個單位的同仁是最辛苦的 負壓是經過層層的篩選之後 他把它收織在裡面 而且是相對安全環境 他們是 完全沒有篩選 你來什麼人 我就要面對什麼人 是 對不對 而且剛剛黃醫師講 帶著NJ5講話 很費力 為什麼很費力 因為被蜜蜂了 對 伯伯來了 阿伯是哪裡來看 沒有 阿伯 哪裡來看 一般我們這種老人 聽不清楚 我們就靠近一點去問 對不對 可是你現在帶著NJ5 在疫情當中 你也不太敢靠近 而且你每天靠近那麼多人 而且老人家講話 有時候口莫很費 怎麼辦 遠一點 阿伯 哪裡難過 你在給我吃飯 講話那麼大聲 口氣不好 也真的有人被投訴 所以我們的護士講話太大聲了 對 醫生也很辛苦 沒有錯 檢驗同仁很辛苦 放射同仁很辛苦 掃地的清潔的阿嫂也很辛苦 我們警衛大概也很辛苦 不過護理同仁 第一名 謝謝 謝謝 有一個病人 就從神經內科轉介到整型外科 為什麼轉介到整型外科 因為它是叫 我們知道這個病大家聽過 重激症無力 如果很輕微的話 生活活動功能都正常 但是你有一個 眼皮下垂的症狀 就是那個眼皮 它沒辦法整個增開 它永遠是蓋一半 像加菲貓一樣 對不對 好不好看不好看 那像這種 如果你只是為了美觀的問題 要去做矯正 手術其實很簡單 其實對整型外科講 很簡單的手術 它把眼前往上去折一下 做個手術 或上提個手術 它又看 手術的過程 很類似雙眼皮的縫合手術 但它不一定要切或怎麼樣 所以它就很類似 你如果沒有一些病發症 只是為了美觀 基本上這個健保是不會給付你的 因為是美觀 那美觀手術 如果你要動這個手術 你大概就是要花 割雙眼皮的錢差不多 對 可是這個病人它比較複雜 是因為它同時伴有 所以你眼皮下垂之後 又睫毛倒叉 就常常會刺一定的眼角 所以眼皮會看眼科 眼科就開開藥膏 臉藥水 可是有時候刺症不舒服 有時候這些病患 困擾到有時候 會自己想把那個睫毛都拔掉 那後來眼科一直看這樣不行 所以就跟他講說這種情況的話 你看看是不是去診斷看一下 是不是這個符合健保的手術條件 結果人家看一看出 它確實很嚴重的 因為中肌症無力 又加上睫毛倒叉 眼角膜真的都受損了 他說這個健保是可以給的 因為這個叫 這不叫美容手術 所以就幫他安排做睫毛手術 結果我們這樣做完之後 睫毛倒叉的問題也改善 也不會碰到 眼睛常常本來是長時間 都是看一半睡不醒 突然間變成眼睛兩個變得很大 狀狀有神 而且雙本來是膽眼皮 變成雙眼皮了 他本來蠢的 想解決這個眼角膜的問題 沒想到開完之後 效果這麼好 結果好到什麼程度 他女兒說那醫生 請問那我 有沒有可能也是遺傳媽媽的病 如果是有遺傳 因為這個病醫生跟我講 有家族傾向 我是不是提早預防 不要到我媽媽這麼痛苦 先做這個手術 而且因為這樣子 他也不用那個 付整型的費用對不對 他確實就是一個重檢手術 因為他確實被疾病所苦 你講我們都受死 我曾經處理過病人 他是一個在養護中心 就是安養院的老先生 他其實有點像植物人狀態 他也沒辦法講話 那身體呢 其實因為躺久了 所以四肢就有一點精卵 他為什麼被送來急診室呢 就有一次他們就是 安養中心他們總是有一些人 就是護主幫忙擦背洗澡 就衣服要脫廣告擦背洗澡 結果衣服突然之後 發現奇怪 這邊怎麼鼓一塊 就兩邊肩膀看起來不太一樣 就這邊鼓一塊 所以就把他送來醫院來 所以送來醫院我們一看就知道 那個是肩關節脫臼 老人家不能動 肢瘤僵硬 對 所以你要去扳 拉的時候 有時候 因為老人家肌肉都萎縮 他那個支撐力量不要 所以大概就是一拉 角度不對 關節跑出來了 那跑出來呢 基本上也不困難 其實這個人打點藥 我們會把它副胃 就打完 奇怪 大力一點 還是拉不回去 那老人家我們其實不太敢 太大力拉 因為他精卵 有時候老人家骨頭 也噴過這種 本來要副胃的 就一拉反而被骨頭 這個怎麼辦呢 這麼拉拉怎麼拉 就換一些姿勢拉 怎麼拉拉不回去 好吧X光片也照了 看起來確定就是一個肩關節脫臼 所以我們就問這個 送他來的這個照護人 我說什麼時候 我說這個脫臼 什麼時候跑出來的 他說 就今天 我說大概不是 因為他拉不回去幾個原因 一個就是 他已經跑出來 有點固定了對不對 已經沾黏了 黏久了 所以沾黏這種情況 要拉就不容易 它黏住了 那怎麼辦 我說沾黏如果兩個方式 一個就是老人家 本來就沒有功能窩床 就不要管他 希望他在外面 沒有關係 因為不影響他的功能 對 那如果你真的要給他復位 有可能要 一個就是麻醉 另外一個麻醉再不行 就直接開刀手術復位 對 請家屬過來好了 一家屬一聽 算了就不要拉了 因為反正年紀那麼大 臥草沒有功能 就都講完說 好吧不拉 過來就回家吧 回去的時候 我們就要把老先生 從那個床上 我們用床單 床單要拉起來四個腳 轉這個 移到這個 我們推床上去再走 對 結果一二三 結果一轉回去的時候 放下去把床單整理開 我一看 奇怪 怎麼鼓起來的那個 不見了 不見了 後續摸摸就真的不見了 回去 去照開窗片 就回去了 因為我們一般的副位 是往外拉之後 做角度的旋轉 我們副位不會往裡面擠 對 那可能前面也拉一拉之後 也拉得比較爽 爽動 那有時候就是有一個 我們床單要搬的時候 他就是往裡面這樣擠起來 結果不知道這個床 一搬回去的時候 他大概那個角度就剛剛 復原了 然後就卡水卡下去 大概就回去了 我們拉得老段天 也不太敢拉 開刀把夾水也掃過來 結果他說不要 準備要回去的時候 就是一個轉床 一包一轉 一放開 回去了 到底是我太有名 還是看病看錯科 我曾經在急診室 碰過一個 一個年輕的女性病患 那她 第一次看她來為什麼 氣喘急性發作 我以前沒有氣喘 她說以前小時候好像有 我們當然給她做一些處置之後 比較好 我們就開箱給她回去了 那跟她祖父就說 如果你這個情況 還會有常常呼吸不順暢的話 你要看胸腔科 我們知道氣喘是胸腔內科 在看 過了段時間之後 她又來了 來一樣 又是氣喘 急性發作 那好的時候就跟她講說 你之前沒有看 這是我們幫你先掛好 胸腔內科 幫你找個醫師 找個專家 你要去看 因為看起來你的發作頻率 不算太少 過了段時間 她又來了 看了之後 每次來就是急性發作 嚴重 也不是非常嚴重 也不要急救 可是藥物給一給就有反應 我們去看看她病例 我說你有沒有看門診 她說有 有看門診 我去看病例 沒有看胸腔科 她看消化外科 我說 看看消化外科 點進去病例看看 她確實看氣喘 消化外科醫師 也幫她開了氣喘的藥 我們就說 行了我們是幫你刮胸腔科 為什麼這個 你去看消化外科呢 這醫師你不知道 我的茫腸 是給這個醫師割的 那時候我割茫腸 我覺得這醫師很好 對我很親切 說明很仔細 那是個很資深的 很資深 剛講老醫師 非常資深的醫師 就快要退休那種醫師了 他確實他的醫病關係非常好 氣喘現在很多的藥物 是很新的藥 那這個藥物 你不是胸腔內科 其他科 連我們也常看氣喘 可是也未必會開 長期控制的藥物 所以我們就一直跟他講 是你要看胸腔內科 要不然你去三天兩砲 我記得也不行 他說醫生我知道 我知道你的好意 不過 他就是要看消化外科 急診發之後掛急診 急診穩定完之後 回門診看消化外科 消化外科 消化醫師也幫他看了 也開一些藥物 可是控制的效果 就沒有那麼的好 所以其實有些病 當然加醫科 一般的醫師或許可以處理 但是有一些比較特殊的 還是有時候需要看到 視專科的醫師 我在看診的時候 就來了一個年輕人 大概二十幾歲的男性 有一個同性的友人 陪他一起來 因為病人看起來肚子很痛 而檢查做完之後 一般的抽血X光片 好像看不出什麼所以人 不過臨床上的表現 就有點像父母眼 所以我建議說 你這個要做電腦斷層 我們做完之後 回來之後 斷層看起來就是一個 有不正常的空氣 游立在肚子裡面的 一般看這種情況就是穿孔 那什麼原因穿孔呢 看看也可能剩下 大腸氣勢破掉了 所以原因也不是很清楚 不過基本上 他的下一步治療就是要開刀 旁邊有個看起來 比他稍微大一點點的 一個同性友人 我說請問你是他是什麼人 他說他是他朋友 那我就說 因為他看起來 病人需要開刀 我說你是不是可以 幫忙聯絡家屬 他講完病人就說 醫生不用找家屬 這個我自己簽就好了 可以 外科是很有個性 說手術就有風險了 你雖然同意你是可以簽 但是如果真的手術當中發生什麼意外 麻醉也會意外 手術意外 那到時候我們來找誰 所以外科是就說 如果你不找家屬 我不幫你開 他堅持 所以這時候他們兩個 就在互相看一看 就是說把他說是朋友 就說好吧醫生 那你就跟我講好了 你說你不是朋友嗎 沒有 你聽了家屬 就是家屬 你也不要多問 那個外科是真的很有個性 所以這樣子他不開 結果後來就是他一講說 好醫生 那我就是他的先生 一聽了之後 我們所有人就撒住了 不過那時候台灣其實沒有多元成家 台灣這種關係 當然我們可以知道他們什麼關係 那政府怎麼辦 所以那時候就醫生還是 但我們知道這種關係之後 我們就跟他講就是說 你們還在法律上 怎麼還是請家屬來 那後來他還是有把他的父母先召來了 那台灣進步這幾年 其實你不要說是 我們現在台灣是可以多元成家 多元成家的 就算你沒有多元成家 依現在的法令 你只要是同居人 他就在法律上 有足夠的地位去可以簽 比方說他這個是病人清醒 如果病人車禍 如果不清醒怎麼辦 怎麼辦 我只要是同居人 他就可以簽字 像我們所謂的相關人 什麼叫相關人 我今天開車 我把詹醫師 就是撞倒了 突然腦出血也沒辦法 我跟他講是不認識好了 那今天我很清楚知道 我是撞到他 他要手術 所以你簽是可以的 我簽也可以 所以現在這個同居人 相關人 一定要有關聯 對 相關人 那監護人更不用講 那絕對沒有問題 年輕的小情侶走進來了 祖宿 這個女的婚體 車子包上來之後 直接躺在病床上不動 就問他這剛剛怎麼樣 沒有 就是剛剛發生什麼事情 沒有 剛剛跟我們吵架 其實我們聽這種主術 就比較不太擔心 年輕女性 沒有什麼過往病史 炒完架突然就昏迷 我們知道測昏迷指數的三項 一個是眼睛張不張得開 對疼痛有沒有反應 對 會不會講話 會不會講話 他只要不跟你講 你就根本沒辦法測 眼睛會不會張開 我們基本上 有時候會給他個疼痛刺激 那疼痛刺激之後 其實這邊疼痛刺激 比較輕一點 所以他雖然會痛 但是沒有反應 故意就是忍著痛的 我們也碰過了 那我們有時候會壓胸口 壓胸口因為這邊真的很痛 因為這邊很薄 一壓的時候如果真的很痛 有時候馬上手就上來 就把你手推開 甚至還發脾氣打你的 可是這個女的不要 我們去壓一壓 疼痛刺激 手完全不動 大力一點 眉毛皺結一點 看起來像情緒性 不像是真的有問題 所以那時候醫生看他想說 大概沒有問題 應該不太像是有問題 應該就是一個鬧情緒 硬硬要裝著昏迷這樣 男朋友很緊張 我們就打個點擊 休息一下 過一下男朋友來了 醫生醫生醫生 他到底還沒醒 我們說你不要再擔心 過了半個小時 醫生醫生他還沒醒 醫生也有點慌 真的躺著完全不動 像一個殭屍一樣 醫生想說 腦裡面會不會有問題 怎麼辦 做個腦斷層 沒有問題的機會太大了 就再等等看好了 結果等了一個小時 他就是連翻身也不翻身 就完全不動 男朋友就更緊張了 怎麼辦 好不好做個斷層好了 斷層做完果然沒有問題 那過了一段時間 大概兩個小時過去了 那個點滴打完了 我們知道疼痛可以忍 脹尿忍不住 脹尿忍不住 他那個膀胱痠 大概脹的時候 真的很不舒服 忍妝了 大概忍不住了 下窗起來小便了 我在上班的時候 一個高中女生 他媽媽帶來看 那個高中女生 進來的時候就 兩隻手就抱著肚子 看起來大概就肚子痛 看起來就有點蒼白 會倒汗 真的是很嚴重 嚴重疼痛 我說這樣好不好 我說那就跟我到裡面 超炎波那些我看一下好了 探頭超炎波 一放到骨盆槍 就看到骨盆槍裡面 一堆的液體 什麼東西 最常見的就是血液 出血 他媽媽一看就說 醫生 醫生 什麼問題 看了之後 高中女生未成年 當然是要向她的媽媽 一直要說明解釋的這個義務 我說目前我們現在看起來 我說她很可能 媽媽聽說內出血很緊張 對不對 醫生說為什麼會內出血 大概第一個會猜什麼 第一個如果她是 有性行為的女性 我們第一個可能會問 你不會拆車禍嗎 車禍 車禍 撞擊 病人通常不太會隱藏 這個車禍受傷的病死 像這種情況 第一個看 如果她有性行為的話 我們大概為一些生理期 月經相關的一個時程 大概就會猜 會不會是 子宮外孕破掉 因為出血量看起來不少 當然第一個跟媽媽解釋 就不會把這個放最前面 當然講說這個女性 比如說這個女性的 這個骨盆強力的結構 有時候常會有些 這個囊腫性的病變 那這些如果有些破掉的話 當然也可能會出血 但是我們認為這個可能性很低 所以就跟我講說 但是我們還是要先確認一下 如果有性行為的女性 子宮外孕的可能性也有可能 她媽媽一聽說 這個不可能 通常我們也知道 媽媽講的當然也不是女性 所以我們就趁她媽媽不在的時候 就找個護士去問一下 有沒有過性行為 她說沒有 太多的意思就問說 有沒有性行為 沒有 沒有 沒有成功過的時候 沒有 就騙過 被騙過怎麼辦 所以我們還是要偷偷 不是偷偷 就是請她留個小便檢查 結果驗孕很快就出來了 就是驗孕就是良性 那有懷孕的又這麼多數學 那子宮外孕的機會 幾乎九成以上 可是現在就這樣子 我們大家後來再問一下 我說這個很重要 對 我說因為你現在的診斷 要不要開刀 結果後來她說有 那她一直要走 我們說一有 她一直還抓著我們會說 那就要手術了 那怎麼跟媽媽講 那手術未成年 手術要媽媽簽名 要媽媽簽名 總不能再騙她了 醫生現在大概也不能 騙著媽媽說 她這是黃鐵囊腫破掉 我們就簡單做個手術 這個也有可能復長更保安 我女兒 你那天下課被車撞 現在又 這個要手術破掉 剛才我開刀以後 真的有可能 部分的卵巢 蘇嵐管 都要拿掉也不一定 所以當然 後來我們就找社工師 因為社工師去解釋 跟著說明 和醫生直接這麼講 那個可能張力還是有差 所以有社工陪同 讓醫生一起和她解釋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未成年的性行為 其實我們還是要通報的義務 對 所以像這種的 其實我們在臨床上碰到 就是問女性有沒有性行為 她說沒有 因為你沒有的時候 你把某些診斷排除掉了 到後來繞一圈 回來之後發現她是子宮外孕的 對 其實很多人都有這種 有個病人也是 一來的時候也是口氣很不好 你不知道什麼樣 看已經看了三次了 看三次還沒有看好 那我們第一個 是不是診斷錯誤 再看一看 然後什麼樣 這邊痛 那邊痛 講到時鐘痛 我們基本上比較不擔心 講胸口痛 肚子一個定點痛 看三次沒空好 這個我們比較擔心 做了形電圖 X光片抽血 好好血 我們再多印幾項 X光片如果有需要 我要不要再追蹤一次 形電圖以後 我們再追蹤一次 都做完之後 你看白症有沒有改變 我說看起來都正常 很氣呼呼的 我說那除了我們這邊 你有沒有覺得 我們這邊如果真的 沒辦法解決問題 有沒有到別的醫院 去找醫生看看 有啊 這個醫院都摸摸摸 附近醫院也都看過了 我們就更不擔心了 這種病人基本上 看很多醫院 大家分攤責任 他看這麼多次都沒有看好 其實要不然就是很多 尤其是身心症狀 要不然是焦慮 恐慌這一類的 所以像這麼 我也曾經 我說這樣 我說醫療上 不是我 很多醫生都給你很多藥物了 那你覺得藥效不好的話 你排不排斥 用一些別的方法 那什麼方法 我說你有沒有信仰 沒有 我說你排不排斥 不排斥 我整天上面剛才有一個十字架 有一個聖母像 我說如果你不排斥 我陪你一起糟糕 你接不接受 我們調酒三十秒 看起來也很奇怪 這醫生是不是 你到底是醫生還是 牧師 可是我說 我剛剛問你排不排斥 如果你排斥 那我們就 我就再開斥 我把藥再轉換一次 你不排斥別的方法 我們就試試看三十秒 我三十秒吃完之後 其實這種個案我用過幾次 太盲你也沒辦法用 他如果說真的很有攻擊性 你搞這個東西找皺癌 對不對 不是 他心裡想 你明明外型像出家的人 為什麼會 吸管 對 我試過幾次 其實我個人覺得 他病好不好我不知道 因為我說 真的不是只有藥 藥可能一半 那另外一半是其他的 那什麼對應有效我也不知道 我們就一個一個嘗試 那最近其實很多急診醫師 這個在 在很多這個一些 半公開的一些這個 社交媒體 也是抱怨很多 我們知道最近新冠病毒 那很多人被公司要求說 你要來上班 你要去開個證明 證明 醫生證明 你沒有新冠肺炎 你才可以讓你上班 我們現在是 儘管很嚴 開證明急不急 它完全不是急診業務 可是病人總是會覺得說 掛急診最快 現在因為新冠肺炎 急診的業務量 服務量都下降 因為病人都不敢來醫院了 他正好來醫院 那醫生忙 醫生也不忙 那有些醫生就會覺得說 我真的幫你掛急診 你第一個 你為什麼掛急 你不是急診業務 第二個 你要我證明 我也沒辦法證明 你沒有新冠肺炎 對 來講是這樣沒有錯 那這個就要花很多時間解釋 那有些醫師就用很多變動 然後我幫你照照片 我就寫 他拿診療說回去 醫生說你露兩個字 無新冠肺炎 那是假新冠 醫生說我怎麼知道 你有沒有新冠肺炎 我只能看X光片 你現在沒有肺炎 醫生我就是要那兩個字 才來掛急診的 你過去無肺炎 這樣公司沒有用 這個當然是因為公司不瞭解 公司不瞭解 新冠肺炎在一個 醫生沒有辦法排除 因為就算現在檢驗 我們所謂的CDC合約實驗室 他也不會搜這種檢體 而且也不是檢一次 又檢兩次三次的 所以好不容易我們透過這個CDC 我們的官署 一直在呼籲 呼籲 呼籲完之後 現在好像比較少一點 最近又來了一個 東南亞有一個國家 如果你要去取得他簽證 申請的時候 要提證明沒有新冠肺炎 那怎麼辦 這個是他的外交部的 沒有辦法 外交部的一些公告 你要申請他的一個簽證的時候 你要付醫療證明 其實我認為他一開始 他的用意就是你不要來 他只是不敢講說你不要來 所以叫你說 你要去申請簽證 你要付健康證明 無新冠肺炎 無新冠病毒 那醫療上 現在你沒有發病的 當然開不出這種的 其實剛剛你那個證明寫 無肺炎 就是無任何肺炎的意思 也是包含新冠肺炎 你不是說無新冠肺炎 我們沒有證據說你無新冠肺炎 但是你如果是X光上寫 無肺炎 其實口頭上跟他解釋說 無肺炎 就是任何肺炎都沒有 你回去跟你老闆講說沒有 我剛剛聽這個滿無聊的 就算你現在寫無新冠肺炎 他出國之後到那邊有了 又怎樣 沒有錯 瓜哥講完全正確 根本無聊 對啊 到公司上班也是一樣 如果大家都看得出來 我們就不會那麼緊張 看得出來 就是因為看不出來 所以瓜哥講得完全正確 所以其實很多現在的 不管是我們 你覺得公司 你覺得不可思議 你看現在一個國家外交部 都這樣要求 所以你會答他 確實大家是因為緊張 是因為恐慌 你跟他光增值有時候 光有增值的時間 整個時候都看好了 從SARS開始 包括H1N1 包括這次的COVID 有些年輕人 沒有什麼慢性疾病 但是他得了之後 他就很快地變成重症 就死亡了 那為什麼會這樣 大家很聽到一個叫 什麼叫細胞激素風暴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好像很多醫生也用這個例子 假設有一個人去 Seven去偷東西 結果後來偷東西 他被這個店員抓住 之後兩個在扭打之後 有人看到裡面扭打 去報案 報案之後 像這種的小Case 一般是警察來 就可以制服的 但是訊息傳遞錯誤之後 他被接到說 這裡面有個恐怖分子 不行啊 裡面還有 身上有毀滅性武器 結果就來了精銳部隊 就發現裡面再兩個怎麼辦 進去可能怕他引爆炸彈 會讓更多人傷亡 我們就先把他見面好了 所以他當初以... 他的目的是本來想 為了控制這個病情 讓他不要波及到旁邊 可是沒想到 就一見面的時候 把裡面很多購物的這些 其他的一些這個消費者 也同時打死 就好的壞的多種 對 所以這就是過於激躺 就是他我們身體的免疫系統的 回饋反饋的訊號出了問題 他採取了一個過於激躺的 反擊的一個反應 所以他今天把一些 COVID一些相關的病毒 或發言反應控制同時 把我們正常的一些組織器官 也同時可以傷到了 所以這個在很多的一些 病毒感染少數 會碰到這個狀況 今天講這個案例 可能快三十年 因為那時候 我實習醫生的時候 碰到一個案例 他就是一個老先生 被我們的組織醫師 在門診收治住院 就住院之後 醫生那時候診斷 就是所謂的黑色素瘤 我們知道那個年代 病人被醫生診斷黑色素瘤 基本上是宣布 因為那個時候 第一個 你要手術切除很困難 他要大範圍切除 那個時候 因為他很容易發生早期轉移 所以被診斷的時候 通常都有遠處轉移 所以你光切掉也沒有用 這個老先生 他一開始是這樣 他說他在洗澡的時候 身體洗... 洗到這個身體的 這個私密部位的時候 他就摸到肛門口的皮膚 變得比較粗糙 皮膚變粗糙 你會在意嗎 乾脆肛門口的皮膚嗎 摸一摸 看起來就摸起來 怎麼跟旁邊的皮膚摸起來 那個質感不太一樣 就感覺一點皺紋這種粗粗的 摸摸也不痛也不癢 所以沒有關係 過一段時間每次 因為已經發現問題 每次洗澡就要去摸一摸 結果摸一摸之後發現 那個皮膚好像變得 越來越粗糙 怎麼辦 這個地方找誰看 當然是找太太看 那她太太哪會看 然後就跟小安長 小小太太看一看 她太太就說 看起來也沒有怎麼樣 是看起來皮膚是有一點粗粗的 皮膚黑黑的 肛門口的皮膚本來就有 黑色素的沉澱 也沒有怎麼樣 但醫生等著她過了一段時間 發現奇怪 不只是皮膚粗糙 已經摸到有一點 皮膚溶起了 溶起了 就看看醫生吧 就覺得怪怪的 結果醫生一看 其實一仔細看 它就是一個黑色素瘤 沒有很大 大概一公分多而已 那醫生看完之後 就收住院 為什麼醫生心中 已經知道黑色素瘤 然後住院之後 要安排檢查 看到有沒有轉移 因為她很不幸 住院之後一檢查 它已經產生了 所以正是那個時候 黑色素瘤是一個 非常非常癒後 不好的一個癌症 不過現在快三十年了 台灣全世界的醫療上 發展出對黑色素瘤 我們所謂的 那免疫治療 基本上有機會 會把黑色素瘤 治癒 所以它變成一個 從一個絕症 變成一個可治癒的疾病 不過很貴 聽說一年的 免疫治療的費用 要兩百萬起跳 非常非常貴 黑色素細胞 在身體本來 就會有些分布 那它有幾個 浩發的位置 一個就是我們所謂的 指甲上有一條 黑色像八甲 像那個掃的 那個條碼一樣的 不要以為這個很好 好像很炫 很酷的刺青 這個就要很小心 像這個就有很大的機會 它有可能是黑色素瘤 那痣怎麼去判斷 這不規則就是 痣 你從小就有個痣 如果從小就長大 沒有變化那還好 可是我忘了 我是不是從小長的 成年之後 老人家長出 不是老人般 不是那種淺淺的 老人般長出一些 深黑色的痣 那剛剛瓜哥講的 尤其是皮膚表面 會有一點點粗糙粗糙這種的 那這種大家要小心 我們一個老先生 他就中風住院 那住院之後 其實在中風的治療過程 滿順利的 順利完就出院了 那出院之後 結果他太太就會發現 那回去老先生 以前沒有這個習慣 我們知道有些人 有個習慣是什麼 是不經意地去砸眼睛 那這個其實有些人會有 有些人會有 有些人會有 大家聽過 瓜哥講沒錯 妥惑是 妥惑是 從小就這種 不自主的一些 臉部的一些 老太太看起來 也沒有怎麼樣 中風之後老先生的 剩餘的功能 當然講話講不清楚 可是一天裡面 就會有幾次的 會炸炸炸炸 那回來看醫生的時候 他也沒有 忘了給醫生講這個症狀 那開始也沒有 找醫生看看 還好吧 就繼續散膏 帶一些症狀的藥 繼續吃 結果有一天老先生 突然間發高燒 那發高燒來了之後 就醫生一看 肺炎 中風之後 行動比較不便 咳嗽排檔溫度比較差 肺炎 肺炎的時候就安排住人 可是在等床的時候 醫生就發現 老先生又開始在眨眼 眨眼眨眼 醫生一看的時候 就不太怪怪的 就問他說這個眨眼 什麼時候開始 他說中風之後 回去常常發生 那個時候醫生就想說 這個有可能是 所以醫生正在考慮說 這個癲癌 要開始要用藥控制的時候 老先生就是 從眨眼開始之後 變成半臉 抽搐 就開始變成抽搐 醫生看了之後 這個要立刻用抗癲癌 因為我們知道 癲癌就是 因為它中風之後 腦細胞受損 受損的細胞就是放電 不過還好在家裡的時候 因為情況還好 它是局部放電 所以只有臉部的一些肌肉 在不正常地收縮 那不放電就好了 那現在是因為 他的肺炎又高燒 那高燒情況下 他在放電的 就頻率會 幅度會加大 所以回到醫院之後 他就眨眼 就開始半邊臉 再抽去 醫生還在去開藥 藥還沒有領回來的時候 老先生從眨眼 臉抽去 接下來大發酵 所以最後就是 他本身受傷腦細胞 再局部放電 那本來可能還沒那麼嚴重 但用藥控制最好的 可是因為他有急性感染 又發燒之後 讓他腦細胞的活性 變得更旺盛之後怎麼樣 就放電放得更大 變成一個全部大方便 老大看到就嚇死了 怎麼會這樣子 大家不要知道 大家要知道就是說 我們台灣的醫界 其實在醫療品質跟病患安全上 這幾年是進步非常快的 所以剛剛大家講說 所謂的醫生的告知醫護 十年以前 醫生的告知醫護說 你今天要來掛號到我的門診來 我再告知說 你這個是上次的切片是癌症 今天如果你今天你掛號 你沒來 所以你沒有來 我怎麼告訴你 所以在以前大家認為說 告知醫護是病人到診間之後 我才有告知醫護 可最近這十年 台灣經過很多次的 非常多次的評鑑 醫院有很多的一個情況 是要 剛剛江菲長有講過 就是說如果你今天是 切片出來是癌症 就算是你掛號沒來 或是你兩次三次沒有來 醫院都要主動去打電話 追到你 對啊 你第一次都沒來 我跟他去報警 我跟你講 沒有... 現在很多是要求要主... 要求要主動告知 第一個就是 因為這個不能拖 就是一個月 兩個月 它拖還是有影響的 比如說 你現在照個醫療回去之後 我們醫生看完之後 你是開放性肺結核 那你就算你不來 我們不僅... 這個就是要追 我打電話給你 如果你不來 我要通報衛生局 有我們所謂的這個衛教師 或感染感控護理師 因為你這個不來 你在社區到處跑到 因為太別人 所以很多是一個 主動告知醫務 那大家覺得說 醫生態度很不好 我相信有些是 犯錯之後 不太敢坦然面對 會講一番話去拗 我就彭京有一個同業 她是個補科醫師 一個老太太去看病 她是雙膝的 退化性肺炎 那兩邊我們知道 退化不是同步退化 一邊會比較嚴重 一邊可能沒那麼嚴重 那通常如果年紀 比較大的開刀 醫生也會想說 我就先開一邊 因為兩邊一起換關節 麻水時間太長 風險會增高 所以也會先開一邊 開完之後 如果效果不錯 你再考慮 要不要開另外一邊 所以這個老太太 兩個都退化關節 一開始她是右膝 可能是右膝痛 但看完之後 X光照 醫生認為說 她的左膝退化更嚴重 雖然她左膝沒那麼痛 可是這個的變形更明顯 所以醫師會建議她 開左邊 結果後來手術 手術日那一天 大家就組織醫師 當然有她助手 助援師幫忙準備 助援師就翻翻她的 翻翻她的這個時候病例紀錄 第一次看醫生 第一次就診是右膝痛 診断退化性肺炎 她看看之後 X光片拿來看看 果然退化 那沒錯 就準備右膝 弄好之後 單全部都鋪好了 坦白講主這一次 要去開刀的時候 只看那個膝蓋 因為其他全部被蓋住 刀子劃下去 她突然覺得說 這是哪隻腳 她說右膝 她說不對 這個應該開左膝 所以病例再去翻 她一看這樣開錯什麼 就把傷口縫起來 縫起來之後 重新準備開左膝 左膝就很順利開完 開完之後 她也很坦然跟家族講 但是你不要擔心 因為她右邊 後來如果真的需要 她還是要開 要開的話 就從原來的傷口 再給她掛解開 有沒有傷害 你不能講完全沒有傷害 但是你說醫師態度好不好 我認為她的態度很坦然 家屬聽了之後 也坦白講不高興 也不太高興出院 出院完之後 果然這個醫師就被 對方就有委託歷史去告 那告的時候 醫師說也不對 當然這個也應該負點責任 傷害大不大 大家可能看法不一樣 她願意個人去拿一點 一些金額去補償家屬 可是沒想到對方開始 她也覺得這個就有一點 有一點這個 到上百萬 對 這個傷口沒有錯 你繞一票 這個傷口 我記得還是告刑事 對 過失傷害 對 過失傷害 過失傷害 然後過失傷害之後 告刑事的過程裡面 比如說明天要開庭了 就打電話 這個江醫師 這個明天要開庭了 您有沒有想說 私下何點 這樣對你也不好 對不對 兩手策略 對 如果說這個 如果事情傳出去 你這麼認真的醫師 我想你看你對病人也很好 這對你考慮一下 可能他就 所以他覺得醫師覺得 所以還是覺得不好 好吧 就介入官司 官司通常也不會 那麼快的定業 所以打到過程裡面 他三不五十 很煎好了 我現在跟我的這個 我知道你很認真 我也跟當事人講 請他們也不要那麼堅持 所以一路開庭的時候 這個律師和醫師 律師裡面 就一直和他去 在斡旋 這醫師後來被搞得 真的神經衰弱 後來大概就一半的價錢 他一直好了 我們當然不能講說 金錢去衡量 老太太傷口的疼痛 或怎麼樣 但是我們覺得說 有一些情況真的 大家還是可以互相 看到一些在醫院裡面 發生事件 因為它不是醫療 本身相關的那些難題 我們單獨會希望 這個警察幫忙處理 我們在急診室也曾經 有一個居無定所 就常常住公療 他也不是遊民 他有工作 就住公療 可是自己的環境衛生 這個弄得非常非常差 就常常會有 這個傷口感染之後 就到住院 可是住院之後 護理員就很頭痛了 因為他第一個 而第二個回來的時候 就常常又喝得醉醺醺的 一次回來之後身上 說煙也不是煙的味道 護士也分辨不出是什麼味道 就是護士照顧是很頭痛 就常常出院之後 又回來 住院之後又回來 結果有一次 把一個急診病患嚇了一跳 為什麼呢 急診病患那個門也沒關 因為老太太可能肚子痛 要上廁所 結果一進去之後 就發現有個人就 他就是吸強力膠 吸到怎麼樣 吸到整個人的 已經恍神了 就坦坦那邊 所以看了之後 馬上告訴我們故事 我們第一個 當然是報警對不對 這個是毒品 你吸毒品當然要帶走 要把他抓起來 靠起來 可是 當然我們那時候的醫療 相關的一些法規 不是那麼熟悉 後來警察來了之後 他說 細強力膠 細強要找我幹什麼 對不對 細強力膠 他不是你們住院病人嗎 他有中毒嗎 那你把他醫好 你知道我能把他去幹什麼嗎 所以警察來了之後 看看就走了 他走到這個人 叫一叫不行 到病房去 病房的護士看到 郵件去過 又再找警察 那警察來說 你剛剛不是已經叫過我嗎 我根據你講過 我沒辦法處理 那後來就覺得說 奇怪 這個 怎麼會你幫不了忙呢 這個不是醫療的問題 他醫院吸毒 你應該把他帶走 對 後來其實 大家也都知道 其實強力膠 因為強力膠其實 對 他沒辦法去直接 這個 所以我們後來發現 這種約束 其實不是警察 還是要道德約束 對 你只是告訴他 你不要再 等他醒了之後 告訴他說 其實強力膠對你身體不好 你不要再醒了 警察是警民合作 最頻繁的單位了 處理什麼打架鬥毆 車禍 酒駕這種 他以前會穿 像瞬急這樣來警察 他說剛剛有個案件什麼 我們想要這個報告 以前我們是真的 看到警察穿那個樣子 我們就給了 現在不敢 為什麼 我們也曾經發生過 兩趟來車禍 然後來了一個穿這樣子 我要某某某人的 一個酒車報告 不隨意看以前 以前就是印一張就可以走了 過一段時間之後 又來了一個 穿一樣的衣服的人 長得不一樣的 說我要要什麼報告 我們這剛剛不是已經給你了嗎 有嗎 我們沒有派人過來 我們這次才過來 我們剛剛有人來拿 對 剛剛有人來要過報告 是沒有 就問一問之後 發現真的警局是說 他確信他們這個警局 沒有派人來取 兩趟相關人的一個酒車報告 那後來怎麼辦 結果後來就 我們說那請你提供你的證件 一看後面第二個來是真的 那真的後來我們就再印一份 所以後來現在 不管你是不是穿得像警察 第一個我們現在警察到醫院來 我們都要看他們證件 看這個表情 他還要有他們的分局的 分局的一個正式的 我們才會提供報告 要不然我們也會怕 牽扯到個資法洩漏的問題 頭部超級脆弱 一個碰撞孔釀 致命危機 對 可是我們常常看 那個美國人電影拍 都是用頭在撞 對啊 很猛烈 鐵頭弓嗎 你練過不要學 可是頭蓋鼓是最硬的不是嗎 很硬的 對啊 那為什麼頭要擔心 鐵頭弓練得好 你的罩門就轉到別的地方去了 總有罩門 我們碰過一個個案 一個老先生 他來接診室 就講一些頭暈的症狀 症狀很多了 不過醫生看完之後 很快就診斷 他就是個 電腦斷層做完之後 又做核磁共振 果然在 腦幹的地方 有一些缺血性的區 你剛才講那個字可不可以 不要那麼大聲 腦幹 腦幹 很多人知道 我們是大腦裡面 最很重要的地方 所以腦幹中風 那我們就要問病死 問整個 前幾天發生什麼事 剛剛在做什麼事 他說他已經 常常就起來會頭暈 但是暈得也還好 老人家常常會覺得暈 人身體不舒服 就做一些保健的一些措施 其中有什麼 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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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按摩之後 有些師傅也比較好 除了抓抓之後 後面還可以 脖子可以拉拉之後 還可以 趕快 甩兩下 所以他其實就是去抓龍 抓完之後 就是拉拉脖子 拉拉脖子他覺得也還好 結果後來那個師傅 就趁他不注意的時候 就 他轉兩下 轉兩下之後 當時覺得好像不太舒服 那起來之後 他覺得突然變得更暈 更暈之後 就來掛急診室 所以從他病死 我們可以看出 他其實前面大概可能是 一個腦部血管狹窄 我們叫有一些 椎體動脈的灌流不足 他血流不太夠 所以他那個暈 可能是一陣一陣一陣 可是老人家 我們知道 我們椎體動脈 它從大血管出來之後 它兩個血管 走到我們的後頸椎 那後頸椎 其實很多人 年紀大 會長骨刺 所以那個血管 經過的地方 那個空間 會變得比較狹小 這個時候 如果你在做一個大範圍 大力的一個 牽引或轉動 它有時候就骨刺 有時候就會去 怎麼去碰觸 或是去壓到我們的血管 所以他的一個中風症狀 其實是這個動作 極有可能會造成 他的症狀加劇 加劇 所以其實年紀大的人 或是這個頸椎骨頭 有退化的人 按摩可以 牽引或許OK 不過要找專科的醫療人員 這個大範圍的 或是突然間 通常甩脖子 他不會告訴你說我要轉 你會緊張 你會很硬 所以他趁你不注意的時候 就啪啪轉兩下 有時候是很 對某一些族群是很危險 很危險 我一個女孩子 她就是眼睛痛 那眼睛痛 她來的時候其實來掛急診 這眼睛其實紅腫很厲害 而且有些這個分路 我們看了之後 我們急診可以是 這個不是我們的專科領域 我們看看之後 去會診眼科一次 不過在會診前 我們大概也要問一下 你有沒有戴一些眼鏡 或怎麼樣 她說有戴 她說那你有沒有忘了拿 她說沒有啊 我隔天當天 第一天不舒服的時候 她一想說會不會是 昨天晚上忘了拿了 所以自己檢查一下 自己檢查看一看 她兩邊撥開看 也都沒有看到眼鏡 所以痛嘛 所以就戴眼鏡 開始買個眼藥水滴一滴 大概滴兩天之後 越來越紅 開始有分明物 那後來找眼科一次去看 一看 就是隱形眼鏡移位 然後卷在一起 我們現在軟式日泡那種 對 有些有時候你不舒服 有時候常常會睡覺 忘了拿下來 可是有時候你戳戳 眼鏡就掉了 有些戳戳沒有掉 她就往上面 往上或下 所以她就移位... 移到我們的眼皮 和我們的這個凹槽 最裡面去的時候 就開始慢慢捲起來 捲起來 就藝物卡在裡面 結果後來這個藝物 造成那個眼角膜的一個摩擦 一個小潰 感染之後 所以來整個眼鏡 所以隱形眼鏡大家很常用 大家也... 也很多人有忘了拿的經驗 因為第二天 它就變得很乾之後 它就黏在眼鏡 自己拿不下來 生活中很多東西 如果沒有好好去想 其實很危險 比如說 路跑的那個彩色粉塵 誰會想過 會產生那麼大的一個公安事件 對 後面也碰過一個 小朋友掛急診 發燒 鼻塞 黃鼻涕 這種小朋友發燒 鼻塞 黃鼻涕 醫生看第一個診斷 什麼 對不對 然後媽媽 聽起來就是鼻音很重 一般的這種鼻鬥鹽 或是膚膠感染的 其實小朋友就看到說 反應好的 打一天很快就明顯變好 但小朋友打一天也沒有好 而且鼻塞的聲音 越來越嚴重 就很奇怪 注意說好 反正要去照個X光片 結果一照個X光片 一照完之後 奇怪怎麼鼻腔裡面 有顆白白的東西 就找耳邊給你看 結果耳邊說 是用鼻鏡一撐開之後 就發現它的鼻甲後面 有一坨 這個黏黏稠稠的東西 也不知道什麼東西 後來用鼻鏡 小朋友慢慢夾出來之後 就小朋友塞了一個 很粗糙的一個球型小玩具 因為它不是那麼光滑 一般小朋友光滑 你塞進去 它就掉下去 要不要吞到肚子裡面去 要不要就吐出來 因為它那個表面有點粗糙 會有點摩擦力 塞進去的時候 往裡面推… 推到裡面就卡住了 那小朋友不會講 從外面看也看不到 那卡住造成一些黏膜反應之後 黏膜就把它包包… 包起來 就感染發炎了 所以胸貼不能貼 什麼唇膏 口紅不能擦 小朋友完全不能玩 好危險 所以就大腿無力的時候 有時候不然就跌倒了 像我家中有個長輩 他就是 他年輕運動 其實體能很不錯 只不過80歲了 他其實現實狀況已經衰退 不過他記憶中 他還以為他很敏捷 就不能跌倒之後 一起來很痛 去醫院照一雙片 其實看起來還好 回去醫生說 你去休息 因為是韌帶 肌肉拉傷 大概痛了一兩個禮拜 還在痛 結果只要邁區醫院 照電腦斷層 結果發現是髖關節裂 裂 裂 它是沒有拷掉 所以從裡面看不出來 所以裂 裂了之後 就是醫生就是說 你考慮說你要不然就是 握床六個禮拜 都不要起來走 要不然就是開到髖關節 因為裂沒有一位 老人家想說 那我就盡量躺著 介紹活動 可是躺 躺不住六個禮拜 兩個禮拜之後 又開始想要走 那過了三個月 還在痛 結果去照核磁共振 結果發現它其實已經跑掉了 而且骨頭有壞事 所以一個跌倒之後 一開始 第一天診斷不出來 三個月之後 還是換人工完結 所以老人家跌倒 激勵很重要 別忘了訂閱我們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收看我們最新的影片 想要看更多精彩內容 快點選旁邊的影片喔